越南用户十分关注 人工智能加ZPT 人工智能带来的好处 人工智能软件等内容 除了世界著名的各种应用程序之外 越南用户也了解由越南人研发的AI产品 2023年对于人工智能领域来说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年 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速度 令人难以置信 近在越南到2030年 人工智能有望为越南数字经济贡献超过6亿美元 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影响独带人的工作绩效 并改善其技能 包括企业层面和国家层面 同时有望为越南数字经济贡献数亿美元 有关调查结果显示 越南人十分关注人工智能 90%亿收房者表示 对人工智能感兴趣 近期由从事技术 人工智能的17家企业组成的 越南数字人力资源发展联盟 正式接牌 奔助大学生获得数字知识和能力等